1950年代的时候 欧洲为了促进它的一体化 开始了它的音乐歌唱比赛 叫Eurovision大赛 那么Eurovision大赛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六七十年了 而最近阿拉伯世界认为 它们里头的教派争执太多 那么阿拉伯本身就是一个分离的世界 于是开始了阿拉伯的选秀比赛 就是希望能够团结阿拉伯世界 而且一样商业化的撒狗血 一样多是搞笑 只是你想不到 这是阿拉伯世界 我们以为保守的阿拉伯选秀节目 Arab Idol 你只要选为音乐 不就是国家 不就是国家 从欧洲歌唱大赛开始的 素人的拼等机会 观众显讯投票 野火料悬在全世界冷烧 从2012年起 甚至改变部落型社会的阿拉伯世界 他是阿拉伯 Idol 2013年全新第二季爆红的焦点 Muhammad Asaf 观众叫他 巴勒斯坦的 汤姆克鲁斯 阿拉伯世界的观众爱他 还昵称他 Rocky 尤其被他的故事感动了 他出身加萨走廊 为了参赛 千辛万苦从加萨 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参赛 差一点就赶不上在埃及的事情 Ziyad Khourin Ziyad Khourin We're sending a message 而且在保守的社会 连女性都能和男性同胎 而且都受到喝采 她是和Raw Yousaf 叙利亚的媳妇 据说连塔利班都是她的粉丝 和Raw Yousaf 欢呼声的背后 其实来自烽火连天叙利亚的Ferron 为了能实现梦想 驱车离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时 差点死于疯狂的战火中 面对西方媒体CNN的镜头时 响起家乡激动难言 我看这些东西发生在我的国家 所以它是很严重的 这些东西 我的天 我对不起 那些人没有未来 我感谢我的天 我正在这里 我正在建立自己 我正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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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可以 sådan 就像你什绛 不是只使用西方的点子 而是用娱乐 融合传统音乐 传统地方语言 甚至是每一个参赛者的生命故事 而且学会优雅的认输 而非输了就像获胜的报复 故事的最后 六月底 巴勒斯坦的汤姆克鲁斯 赢了选秀冠军 那一夜 用这节目的里巴嫩贝鲁特全程疯狂 我会觉得选秀节目太商业 创意和影响不到的跨界太惊喜 美国周五的时候公布消费者信心意外创下六年来 七月份的时候创下六年来 消费性最高峰之时的美股周五的时候呢 像洗三文奶一样 因为呢这个议题呢 牵涉到美国QE在九月的时候 要不要开始逐步的减小它的规模 所以周五的时候 美国股市先大跌了150点 最终中长的时候上涨了3.22点 一整周美国股市是小涨了15.09 S&P只是小跌了0.03% 黄金价格在本周呢 一般判断美国到现在为止 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会退出QE政策 所以又回到了1321.50的价格 上证指数在本周差一点又跌破了2000点 最终在礼拜五的时候 维持住2010.85点 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 并没有因为习近平的喊话 而有很好的一个相关的财务表现 而中国工商银行就在李克强跟习近平周二喊话说 中国的经济成长一定要稳增长 至少在7%以上 当时中国工商银行就曾经上涨了4% 结果一整周下来最后也跌到了 只剩下跌幅0.51% 把周二的上涨幅度全部都吐回去 而这也使得全世界的银行排名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在2007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当时工商银行的市值是3740亿美元 Wales Fargo美国最大的银行 也是当时唯一不会倒闭的银行 是1120亿美元 经过这六年下来 从2007年到2013年的7月 珠洋变色 现在为止呢 富贵银行已经市值是2360亿美元 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 而工商银行随着中国经济趋缓 整个信贷 以及关于它各方面的金融危机的忧虑 使得它的整个股价大幅下跌 现在市值只剩下2230亿美元 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银行 在国际小麦的价格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要开始追踪 因为随着最近呢 整个北半球的热浪原因 许多人认为呢 国际小麦的价格会随着中国的需求 而在今年出现重大的改变 也可能给全世界带来的通货膨胀 待会回到目前世界财经周报